镜头前的各位啊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我的在这儿的一个算是小兄弟 但是其实是我的学长 我们这个朋友 对我这儿说朋友显得有点生疏 然后就马震 这个是我们MBA体育MBA二年级的 然后也是北京人 然后同时也是一名这个橄榄球运动员 这个学生马震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打跟橄榄球结缘的 你是怎么开始打橄榄球的 第一次接触橄榄球是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大学本身是在北京第二百国语学院 其实上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橄榄球这个东西 然后是当时去了大学 然后大学有一支幺旗橄榄球队 他们在招新 我其实就是好奇 然后就去参加了 幺旗橄榄球跟咱们平时电视上看的NFL有什么区别 幺旗橄榄球是一种简化的橄榄球 幺旗橄榄球你就有一个四分位 然后有一个进攻球员 有一个防守球员 最简单的塞尔你就能玩 然后多的话比如说你可以五打五七打七就都可以 它不像装备那样会有很多的身体接触什么的 所以说幺旗橄榄球入门还是很简单的 等于你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什么都不坏就合着 对对我当刚开始打一七钢榄球的时候 就身体素质都不能说一般我觉得都挺差的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米八六体重大约还是不到140斤特别瘦 我是大一的时候打了一年 一七钢榄球 然后大二的时候我是就加入到学校里边装备橄榄球队 阿外是北京第一支高校的装备是橄榄球队 然后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教练 然后他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你们跟谁比赛一起 就如果别的学校没有这段 一七橄榄球当时是有一个小的联赛 在国内就是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都是有赛区 装备橄榄球就是说没有一个联赛的 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比赛机会 有的话可能就是和其他哪个学校 人家也有这个球队就大家乐场比赛这样 我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快毕业 当时国内是有第一届将要开始第一届 国内的这个美质橄榄球职业联赛 然后我当时因为特别喜欢美质橄榄球 然后就去报名参加他的选拔 后来最终有机会被选中 然后毕业以后就参加了当时国内的第一届的职业联赛 那个职业联赛就比如你们一年要打多少场比赛 他虽然说是职业联赛但因为刚刚起步 然后他赛程也非常短 每个球队就是只打了六场比赛 我当时打完这个比赛以后是去找了其他一会儿工作 给小药当橄榄球教练 据我所知其他球员也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工作 是一把你们来美国上学 对 来了之后在这边也再继续打球对吧 其实也挺巧的 就是我来以后其实一直想找 但是也不知道就怎么入手 因为我也是人生地步时候就刚到这 当时是现在学校学生之间这种邀奇感就联赛 然后学校有组织方 组织方有人给大家发邮件 学校这边当地的一位球队在招人 在招球员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选拔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兴奋 然后就去参加他们选拔 然后就也是非常幸运 然后通过选拔就加入这些球队 选拔都怎么选都都考核什么呀 他基本上就模拟这种职业联赛的 像选拔基本的一些体能的 还有就是分位置 像我位置是外接手 然后我的任务就是说跑出去跑一个路线 接到这个四分位的船球 这个是我的任务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觉得 居然还有一个中国人玩干篮球 他们有没有觉得还挺惊讶的 特别惊讶 当时会有人来问我说 你是哪来的 你是亚洲人吗 然后你也打橄榄球吗 就类似这些问题 那等于你入队了之后 那平时除了比赛 就是您也会有日常的常规的训练吗 就在一起 因为它是业余球队 然后橄榄球这个训练一次训练量可能就时间来说也比较长 一般来说要三四个小时一次训练 然后我们当时这个业余球队的安排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两个月是这种集中训练的时候每周有一次的这种球队训练 然后赛季开始之后就没有训练了就是每周末去打比赛 那你觉得他们的水平怎么样 就是说你这个球队包括队友教练的水平 其实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高一些 队里面有一个球员当时是有机会去打FL 但是因为他后来受伤了就没能实现 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水平球员 然后至少其他球员也都有至少几年以上的这种打球的经历 我提到这个人他当时有机会打FL他的确很强 就是我是很佩服他不管说是从他的这个体能技术 还是说他这种就是这种打球这种职业精神 就他跟普通的这种业余球员不一样 我会觉得我的技术是中上等包括体能 但是比赛经验可能是就比较少 跟他这边就算是业余球队一年下来 也会打就很多场实场或者说实场以上的这种比赛 但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比赛的机会和经验 我想问就是你之前不是去加州看的比赛了吗 说来你讲讲这个 对讲你在美国看比赛的经历一段 我是1月1号 当时是今年1月1号 对2020年1月1号 当时是在加州看了一场大学的感觉比赛 我当时是提前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到了那个球场 然后结果我错过了开球 进去的人太多了排队太长了 等我进去以后就是比赛已经打了半截了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比赛的受欢迎程度 这个火爆程度 这样得多少钱 你讲 300刀吧 200多刀 他那个看台一共我记得80层左右 我当时那个都到70多层了 出场坐满了 然后几万的球迷支持这个球队 几万的球迷支持另外一个球队 我也看出来就那些球员能参加这个比赛都很兴奋 然后场上这种竞争都非常强 打到不说最后一秒吧 也是最后一分钟的呀 才最终就是定出胜负 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对之前就就这个橄榄球或者NFL在中国推广 我跟咱们那个体育的老师Winney我也跟他聊过 然后他的观点是说 他就觉得NFL很难在中国推广 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的运动 就是一个根本就即便存在就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然后再从事这个就你根本没有那个土壤或者文化 那你觉得他说的这个对吗 我觉得他说的这种不存在是从两个方面 一种是他可能觉得就是没有这种穷迷接触 就是没人知道这个橄榄球是什么 对 另一种另一种不存在我觉得他可能是说 可能是这种橄榄球文化这种运动的文化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项运动在国内越来越存在 不管说是接触橄榄球运动的人 从小孩到业余球队的这些球员 另一种存在说的是大家对于这种文化 这种体育运动的接受 我觉得都是在不断的增长的 不管把这项运动描绘得再美好 再多精彩 如果说他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他自己连这个球都摸不到 那对于这项运动的推广 肯定也是这种肯定帮助不是很大 我现在特别想做的是做一些这种草根的 这种这些业余点赛的发展 我还要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在总共的工作中 都非常变得便利落 抛干准参考 我们知道是正在